游湯 大家好,我是松尼寺位小记者,昆山国小特配园。 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 七分昆山七分文化协会的理事长 理事长好 請問理事長,校園生態詞有什麼功能? 如何與自然課緊密結合?是不是有何限制? 生態詞一般來講有嚴禁生態詞 就是說自然的生態詞 還有人工的生態詞 像訓練過小那個就是人工生態詞 人工生態詞感覺上就是比較 比較降氣 我們困難有一些嚴禁生態詞 那個地方應該是教學最好的地方 而且他的生態比較豐富 但是呢 他有一個限制就是說 小孩子不要淡出氣 要大量淡出氣 因為畢竟那個地方有水 有些水很危險 那自然生態詞 都維護的話 對這個村莊來講 他的 這個村莊對生態的種樹程度好不好? 好 如果中樹都好的話 他這個自然生態詞 他就會維持下去 那如果沒有中樹的話 他會見面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用 都會把它 把它破壞掉 那破壞掉的話 就等整個村莊就是 沒有一點那個 原始生態那樣的東西存在的話 這個村莊是一個 就是說 沒有人文 沒有生態的地方 那我們這幾個嚴禁生態詞 應該 以前我有帶你們去過 像 像 像在那個 鴿草餅 我們老是說 鴿草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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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邊有一瓷 那樣就是 鴿草餅 那樣就是 那樣的生態 非常辛苦 不過 他那個 他那個台間 他應該用的 細水 所以說 鴿草餅 鴿草餅不用擔心 您的老師 都會擔心擔心 嗯 大哥就這樣 謝謝餘生長 謝謝餘生長